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行政院长赖清德金南夏苗栗联合大学,出席2008百公百业庭改革第二阶段辅选,为民警党礼让,无党级苗栗县长参选人徐鼎珍站台。 赖魁也细数施政政绩,称歇南向政策看到成果,东南亚来台观光人数突破千万,令明年政府也将大幅度减税,余五万人将有感受惠。 此外今年经济成长率也达3%,失业率降至3.66%,显现经济正复苏中赖清德金早至联合大学为民警党府选大会苗栗厂站台。 一进场就受到支持者家道欢迎。 上台致辞先强调蔡政府上任后力推前瞻计划,完善全台各地的基础建设,另以5加2产业创新计划带动产业升级转型。 此外,新南向政策也收到成效,去年东南亚来台观光人数增加两成,突破千万人次,令政府带头类公务员加薪,也鼓励民间企业跟进。 去年共五成企业帮员工加薪,幅度达3.7%,明年也将大幅度减税,个人年收入40.8万以下免缴所得税,至少542万申报互受惠。 而经济成长率去年2.86%,今年至今每季接于3%,失业率更逐年下降,今年降至3.66%,显见在民进党执政下。 国内经济政府苏中赖衍为徐定真拉台声势,大赞徐博化险政蓝图,以教育为本,另提出五阳高架桥,新竹青轨,台中捷运山手线延伸至苗栗,健全路网。 他承诺,未来徐定真当选后,中央绝对力挺徐定真提出的各项施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